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苹果盒给去掉 不然的话会影响口感 苹果皮要保留 因为苹果皮含有非常丰富的果胶 再把苹果切成薄片 苹果是日常很常见的一种水果 口感脆甜多汁 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等等 把苹果切成薄薄均匀的薄片 切好中入碗中备用 然后准备两根香蕉 先把外皮给剥掉 然后把香蕉也同样的切成薄片 香蕉的口感非常的软糯香甜 它含有非常多的粗纤维 能够很好的促进肠胃蠕动 香蕉切好和苹果装在一起 并准备一个碗加入两大勺的红糖 再来一勺蜂蜜 丰富一下口感 然后再来一点这个酿造的白醋 倒到红糖里面 大概需要倒300毫升左右 白醋加进来之后 用勺子搅一搅 把红糖搅拌融化 把红糖搅拌融化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红糖白醋水 直接倒到苹果香蕉里面 搅拌均匀 接着准备一个干净 无水无油的玻璃瓶子 把苹果香蕉一起倒进瓶子里边 在这里最好是使用玻璃瓶 如果是塑料罐或者是铁罐的话 红液和酸性物质产生油壳物质 这样子饮用下去对身体无益哦 红糖白醋水要摸过香蕉和苹果 然后盖上盖子密封起来 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腌制24小时以后就可以开吃啦 吃的时候舀上两勺 再倒入半碗的温开水 嚼晕以后就可以饮用 最好是早晚饭后喝一杯 缓解便秘的效果是一干见饮的 但是也提醒大家 患有糖尿病的人群 不宜吃这种酸甜的食物 或者是肠胃不好的不一再空腹饮用 以防引起胃酸分泌过多而造成不适 如果有便秘困扰或者是有减肥需求的朋友 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方法试一试哦 也请转发分享出去 帮助到更多不知道的人 我们下期再见